我本來不想講這個新聞的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在意明星發神經的一個人 因為明星常常沒事為了撥板面而發神經 更何況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有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之前有說 我們應該要支持保守派 然後 Kanye West好像是個保守派的基督徒 所以大家應該支持他的音樂 結果他捅出來一個大簍子 所以我今天就來講解一下 因為經過了快要一個禮拜的思考 我覺得這整個事件當中是由我們可以學習的 特別是當這個人已經徹底的完成了 自我摧毀的自我毀滅之後 探討更是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會花一點時間來討論一下 也就是說今天只有一個新聞 最主要的就是要自我反省 但是這一集是我個人認為我寫過最重要的一集 也是我們還有教會最缺乏的缺點 如果可以的話 請大家今天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後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想必各位應該都已經聽說了 Kanye West上了這個 Alex Jones 的節目 Alex Jones 是一個被左派說成是極右派 然後好像相信Q的一個人 因為2012的Sandy Hook的校園槍擊案事件說錯話 被現在的這個拜登政府的法官說要賠償2.75 trillion 然後宣告破產 2.75 trillion 2.75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德國的GDP 3.85 英國的GDP 2.67 印度的GDP 2.66 法國的GDP 2.63 就是他的罰款比英國的印度的法國的總GDP還要高 對 Anyway Kanye West上了他的節目 他前幾天 Kanye West前幾天才上了Tim Pool的節目 然後錄了大概27分鐘之後 當場走人 Tim Pool跟Tim Cast IRL 是一個我幾乎每天都會看的節目 那Tim Pool不算是一個保守派 我認為他算是一個類似傳統自由派的人 他支持墮胎 他也支持同婚 他就跟這個Joe Rogan一樣 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美國人 但是思緒是清晰的一個人 他同時也是個無神論者 也不是無神論啦 他算是一個接受所有宗教的那種人 然後在節目上 他稍微不同意 Kanye West的觀點 然後 Kanye West就生氣 然後當場不爽走人 但是 Kanye West在Alex Jones的節目上 並沒有當下不爽離開 不過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還不如當下氣炸 然後離開還比較好 整個節目上 Kanye West 穿著一個遮蓋全臉的頭套嗎 然後堅持著一個他認為很重要的想法 他想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認為希特勒跟納粹 是被不公平對待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不是Hitler 你不是納粹 你不是納粹 你不應該被稱為那種偽造 你不是納粹 我看好東西 尼熊 我愛別人 尼熊 沒有人 你不敢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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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希特勒 尤其是希特勒 很奇怪的是 那一段不是整個訪談節目 最奇怪的地方 之後他在節目上用諷刺的方法 來嘲笑以色列的這個前總理 很有可能是接下來以色列的總理 Benjamin Netanyahu 用了兩個道具一個網子 然後有一個 Yuhu的兒童飲料 因為Net and Yahoo 我大概看第二次才知道他在說什麼東西 那我不知道他那段目的是什麼 不過這是當下的狀況 在節目的過程當中他又一直回去支持 他支持希特勒的東西 然後他提到就是他是基督徒 他愛每一個人 包括希特勒 總之就是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 I like Hitler I don't like Hitler I don't like Hitler I know you're trying to be shocking I'm not trying to be shocking I like Hitler I do not The Holocaust is not what happened Let's look at the facts of that And Hitler has a lot of redeeming quality Yeah 我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重要的 就是他說他喜歡希特勒很多次 然後要我們停止污衊納粹黨 他不認為納粹是邪惡的 之後他回家上推特發了一個推文 是一張圖上面是大衛之心 裡面包著一個納粹的萬字灰 然後他就被Elon Musk禁言了 他還發了很多推文說他是絕對支持 其實才剛跟他斷交的巴黎世家 說神愛那間公司 其中包括 我跟巴黎世家站在一起 反對這一系列的獵巫行動 我取消取消文化 耶穌是主 禁止言論不會開始 或者結束一個時尚計畫 No Kanye 肯爺 那個公司在他們的廣告上面 有性虐待的玩具熊 還有兒童色情片的法案 那間公司不但應該被禁言 還應該直接關掉 攝影師跟執行長 都應該直接被關到監獄裡 不然就跟耶穌在聖經裡面說的一樣 就是把自己綁一顆大石頭 跳到海裡算了 我也不贊成獵巫行動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個巫師 或者是巫婆在的話 那我是非常支持消滅邪惡的 而且這個邪惡不是根據我認為 而是聖經說的 但是對於Kanye West來說 他都已經說希特勒是個好人了 那外加一個戀童癖的變態公司 應該也沒差 那Elon Musk之後禁言了 Kanye West的推特帳號 根據Elon Musk的說法 這是一個促成暴力的言論 當然我認為Elon Musk在這邊是錯的 因為你要不然就相信言論自由 要不然就是沒有言論自由 那他這個舉動其實只證明了 推特還是原本的平台 只是之前是左派大官喜歡的言論 跟左派大官不喜歡的言論 然後現在是Elon Musk喜歡的言論 跟Elon Musk不喜歡的評論 那Kanye PO的那張圖 並沒有叫說群眾起來起義 或是攻擊另外一群人 所以我認為Elon Musk的決定是錯的 Kanye West發的推文 跟Alex Jones節目上說的東西 可以被說成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神經病 令人髮指的 No need no cold 沒有道德沒有品 各式各樣的言論 但是言論自由其實就是在說 你可以說那些神經病又沒有道德的東西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的說法是 Elon Musk是出於慈悲 Out of mercy 才禁止Kanye West 為了不要讓他再繼續自殘自己 那如果這是你的觀點的話 推特對你來說 就還是一個王國 然後Elon Musk就是裡面的國王 他在裡面想做什麼 表示推特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平台 那Elon Musk他的確有資格這麼做 那是他的平台 他花了很多錢買下來的東西 他要怎麼運作的確就是他說的算 但是這樣的話 他說推特是個言論自由的平台 就是在騙人的 但是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我們再把目光再度放回Kanye West的身上 首先有一個不用說的事實 就是希特勒是一個無恥的大屠殺的神經病 如果你要把你自己的名字 放在那個樣子的人的身上 你要用你的名譽來維持一個大屠殺的信譽的話 那就表示你很愚蠢 更不用提的就是希特勒當時如果認識Kanye West的話 他會沒有任何猶豫的就把他直接丟到毒氣室裡面毒死 Kanye West在幫一個會只因為他的種族 就把他殺死的一個人辯護 所以這一切就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 自我膨脹 No ni no koro 的舉動 第二點我們看到這麼奇怪 而且這麼尷尬的事情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好笑 我們會忍不住嘲笑這樣子的人 但其實上這一點都不好笑 因為這個人Kanye很明顯的在經歷一個精神錯亂的階段 他腦子不清楚 他生病了 他現在狀況很糟糕 更令人難過的是 很明顯他身邊沒有人愛他 沒有人在乎他 因為沒有人把事實還有真理告訴他 讓他不要在台上繼續當一個被所有人嘲笑的小丑 他身邊全部都是一堆突嬰跟病毒 不斷的鼓勵他繼續當神經病 繼續發瘋繼續胡言亂語 他們就像一群吸血蟲一樣 把一個生病的人吸乾 想要透過他的成功他的名氣 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難過的景象 Kanye West曾經是一個音樂商的天才 而且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主導者 但是他現在在鏡頭面前自我摧殘 自我啃食 只為了取悅那些在他身邊不斷的吸他血的喪心病狂 Kanye West鑽木許火 有了營地的火了之後 把自己丟進去燃燒 然後他身邊的人看著他在那邊燒自己 就邊說 你看你可以把自己燒得多旺啊 Kanye自己切斷了 可以把自己從火堆裡拉出來拯救自己的人 只留下一堆吸血蟲 跟準備啃食他的屠蔭在身邊 然後現在他就在無腦而且沒有任何幫助下直線對落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麼可怕的螢幕 就是這麼可怕的人心 中文字幕《ших》 建議典屎